好,各位骑友大家好,这番棋是2021年的4月份进行的唱棋杯,本赛第一轮 由黑方谢科对战白方李宣豪,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先走了一个坚定定式,白棋挂脚,黑棋拖先,大飞手脚 接下来白棋碰完之后搬,黑棋打吃之后立 白棋也有这个段的下法 实战白棋压过来是另外一种定式,黑棋虎一个,长,白棋再压 黑棋拐头,这里就紧住白棋棋,外面多一个段点 白棋扳二字头,那就看黑棋往哪边断了 断左边的话就是赤子,白棋打吃完之后虎一个 黑棋点刺,左边还得再防止白棋逃跑 那这样的话呢,白棋有了外面这一串,那就可以回到右上定型了 不管是这里飞压,还是说作为一个大飞 那白棋外面的这个潜力啊,都可以得到扩张 实战黑棋断在外面,白棋往上靠,这个是棋型的要点 黑棋想要长气,那就要打吃,沾,不断 白棋再飞,这个同样是一个先手 黑棋如果说上面不补被白棋这颗子贴回来的话 那接下来各种打吃滚包 黑棋的这个气太紧,目鼠也非常亏 所以说黑棋就没有继续跑外面了 直接坚定补棋,白棋打吃 接下来黑棋挂脚,同时也在引针 所以说白棋提掉 这个地方当然也可以往中间飘一手去补棋 但是提的话毕竟补得更干净 那之后就看黑棋这个价值判断了 现在有两个比较大的地方 一个就是右下这里双飞燕 还有就是上面的小飞 黑棋如果说双飞燕的话 那底下的空肯定是可以增加 不过走完这个定式呢 黑棋落一个后手 被白棋上面在飞压过来定型 那外面的这个空又全部围成了 而且因为白棋比较厚 所以说黑棋打入是很困难 使阵黑棋飞就是限制白棋上面的发展 那白棋底下继续补棋 经理完之后跳一个 黑棋逼住 之后白棋夹击 黑棋反夹 白棋跳出 黑棋跟着跳 白棋跨下出头 这里黑棋搬 现在呢 如果说白棋想拿住脚空的话 虎下来就可以了 这样黑棋补断 白棋立下去 又可以补脚 又给右边这两克子留了一个二路跳的后门 不过这样下的缺点就在于 被黑棋左边这里飞起来 扩张的话 那底下的空还是可以增加不少的 实战白棋挺头 还是看中外面的发展 黑棋尝进去 这里白棋就不敢挡住了 不然的话被黑棋先冲断 底下的这个断点呢 黑棋不怕 断的话黑棋二路打持 爬一个联络 白棋现在有好几块棋到需要处理 这里跳出的话 黑棋尖顶 两边呢 白棋也没有办法联络 也包不住黑棋 脚上呢 这里还没有补干净 那以后黑棋还可以点33 所以说 这样下白棋不太好 实战白棋双一个先补断 当然黑棋也不敢贪控 如果说飞进去的话 白棋可以先往下方拐头 扳 把黑棋这里的这个联络给分断 上面黑棋再跳出的话 慢一拍 被白棋靠压 借近 再飞 那黑棋这个地方感觉就是死路一条 毕竟白棋左上这朵花还是非常厚的 那黑棋往哪边逃跑 都没有什么出路 所以说黑棋先跳出 那白棋 唯控 挡下来 黑棋小尖出头 白棋冲一个破眼 然后跳出 黑棋再跟着跳 接下来白棋先往外靠 靠完之后再往右边跨段 这里白棋有一个弃子整形的思路 黑棋如果说半段 打持 吃掉这两个子的话 那白棋这里打先手 包括以后这个尖顶打持 都是白棋的先手 这个地方差不多就活了 那白棋可以优先出头 那这样的话 白棋就轻而易举的之孤了 实战 黑棋打在外面 形成转换 白棋长一个 然后顶住 黑棋 见顶 补棋 接下来白棋先在下方 点刺 让黑棋变重 交换完这两手棋之后 白棋 穿向眼 那这个地方呢 AI的建议就是觉得 白棋只要把右边活棋啊 就没有必要跟黑棋去纠缠 可以先往路飞 上面黑棋 虎一个呢 白棋 就可以直接脱先 把左边这一带补一补 这样的话就把战场 转移到 左边的这里的模样 实战 白棋 穿向眼的话呢 这里复杂一点 黑棋冲白棋反冲 黑棋再冲 白棋联络 接下来黑棋肩顶 把脚上补好 白棋虎一个 先手补掉挖断 然后立下去做活 接下来黑棋走到 左边这手点刺 这个就是白棋 在右边这里纠缠 最终左边这里的潜力呢 被黑棋往这一点 就已经烟消云散了 那白棋的目的就是为了 继续猛攻 黑棋中间大龙 所以说白棋 点过来 黑棋双一个补断 白棋再搬出 这里确实是可以搜刮一下 黑棋 接下来黑棋往上面点 其实这个棋也是稍微有点损的 本来黑棋还有这个 二路搬掏控 这里一点被白棋连回 那以后再搬 就是一个后手关子 然后黑棋跳回 这种棋比较缓 黑棋局部有更好的下法 就是先往右边团住 刺一下 然后脚上挡住 这样的话呢 白棋如果说补棋 那黑棋便宜 不补的话 走其他地方 黑棋以后还有一个二路夹 那白棋右边的空都被掏掉了 黑棋脚上是活的 外面大龙 这里的眼位也足够作火 所以说应该早点把这个团完之后 刺给交换掉 实战黑棋直接往这里补一手 这个价值并不大 被白棋打持 黑棋再补 这两手棋效率非常低 脚上以后白棋还有搜刮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定型 黑棋亏了 接下来白棋开始在下方动手 这个二路漏也是对付立二拆三 常用的一个手段 黑棋如果说尖顶的话 白棋跳一个 这个地方闷头 虽然说白棋里面的作火空间不大 但至少白棋这个二路力是个先手 马上要挤过 黑棋挖一个白棋先手便宜 就可以转身了 只要这里白棋便宜一点 就已经达到目的了 实战黑棋先搬想要阻度 那白棋反击跳出 黑棋虎一个 这个时候如果说黑棋闷头的话 那白棋可以直接搬出来之后打吃 还说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白棋只要能先手便宜一点 哪怕再往脚上补一手的话 这里拔一朵花 以后二路打拔还有先手关子 已经非常便宜 实战黑棋虎一个 白棋往二路跳 瞄着这里的断点 黑棋靠下来 白棋再虎回去 这里白棋还是想整体把这个空给打穿 如果说转身的话 确实也不错 AI觉得呢 白棋搬完之后 二路打拔 黑棋吃通 白棋就把黑棋的这个尾巴给断开 其实白棋收获已经很大了 可能白棋是觉得这样落一个后手 被黑棋往左边逼住 白棋脚上还得再补 然后黑棋就可以去围边控 就是黑棋可以用其他地方的这个收获 去弥补底下的损失 所以说白棋下的是非常狠 一点这个退路都不给黑棋 虎一个 那黑棋挤 补棋 白棋再往脚上虎 这个地方白棋就非要把黑棋断成两半 接下来黑棋盖头 白棋斑 断的话呢 就打持穿出来 黑棋联络 白棋沾上 接下来黑棋打持 这个地方呢 白棋有差不多两种下法 第一个就是站在外面 这个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黑棋提掉 白棋再打 外面黑棋无法突围 只有往脚上去断打拼这个结 这样就马上要通过这个结针来分出底下的这个生死 当然白棋的结彩很多啊 像右上 这里的二路立 立完之后 以后这个一路搬 搬完之后粘 都是白棋的结彩 顺便就把这个关子全部给收掉 所以说打这个结的话 其实白棋是比较有把握的 实战白棋 粘呢 黑棋就搬完之后 凑一个步调冲出来 白棋反冲 黑棋再冲 这个时候呢 白棋也没有退路了 总不之余去沾上 让黑棋挺头啊 那白棋作战失败 这个地方 黑棋随便拆边就活了 而且拆边之前还可以先往而陆利 要求白棋脚上去补 再拆 这样白棋 效果一般 所以说白棋既然这样选择 那肯定要把黑棋闷进去 形成对杀 黑棋断打完之后打吃 然后白棋往一路打 接下来黑棋力 力的话降了一些胜率 这个棋呢 反正黑棋要分开白棋的话 不如就沾上 我们来看一下沾的变化 沾完之后白棋力 这里再扳 黑棋冲不断 不入气 提掉白棋再扑 走成一个大头鬼 黑棋脚上夹一个白棋 就打吃完之后再冲 把这个眼破了 这样的话 黑棋脚上打吃完之后 沾只有一只后手眼 那黑棋还是要往外面跳出 这样的话 最终的结果 大概率还是黑棋 从这个二路连滚带爬连回 然后白棋外面全部变厚 大致会形成这样一个变化 使战黑棋累下去反而不太好 这个地方给了白棋这个提的机会 白棋完全可以提掉 提掉之后外面补断 黑棋提通 然后白棋团住 这样的话脚上就多了一个打结活 黑棋再去连滚带爬的 这样连回白棋就跟着走 而且这个结的话呢 黑棋也不太敢随便去开 毕竟这个地方棋太紧 实战白棋仍然是下力 决定要杀黑棋 扑进去破眼 黑棋提掉 白棋再提 黑棋沾上 白棋沾收器 黑棋打吃 加莱的话呢 AI觉得这个时候 白棋的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 所以说对于脚上的这个结针啊 看的并不是很重 AI的建议呢 是白棋往外面打 先把自己补一补 底下这个结反正黑棋一手棋也吃不干净 白棋就顺带去收关 然后找一找结材 反正确保这个结一直放在这就行了 让黑棋很难受 实战白棋还是不依不着 往脚上跳一个去作业 黑棋接下来一路爬 这个地方爬的话确实只能这样爬下去啊 像这种靠竹之后紧气 然后提结再断 这个白棋是不怕的 因为黑棋断的话白棋直接紧气 黑棋想收外面的气 这个双打吃还是得先补 白棋就提结 黑棋找不到结材了 这个地方 比如说右下 这个地方点33 白棋就把结给提掉 黑棋掏一个小角 白棋中间补一补连回 那黑棋的空明显不够 所以说为了这个结不打输 黑棋接下来也是开始惊人的连续一路爬 先提结 提完结之后一路爬 再爬 这个棋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说白棋再长 黑棋也就非常委屈的从一路上爬回了 虽然说看上去这个棋太痛苦 但是至少白棋脚上就死了 也不用去打这个结了 那白棋还不让 黑棋连爬这么多下 白棋就是不让黑棋连回 跳一个 黑棋再长白棋尖顶 这种下的话呢 虽然说黑棋连不回去 但是呢 通过这个一路连续爬 然后最终尝到这一下 让白棋不敢去紧气 等于说黑棋外面就先手 增加了一口气 增加了这口气 对于脚上的帮助是很大的 黑棋挖进来破眼收器 再挤 白棋收器 黑棋再扑进去 白棋提 黑棋可以沾上 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看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情况 首先如果说白棋就收器的话 那就被黑棋手器提掉 黑棋就活了 所以说白棋不会去直接收器 那这里面如果说白棋提的话呢 就变成一个缓气节 其实缓气节的话 白棋可以现在直接去打 比如说白棋往这走一走 黑棋要是再补一手 那白棋往其他地方收关 黑棋如果说放着这个缓气节 不去补 先在其他地方去收空 比如说上面挖断 白棋再提 黑棋再去收空 都可以 那白棋就把这个节变成一个紧气节 变成紧气节的话呢 黑棋下来只有无条件的去把这个节给销掉 因为这个节太重了 白棋的节材呢 底下是可以找到的 这里先点一下破眼 黑棋提节 白棋比如说像以后这个冲完周 破眼或者说直接往二路夹 那黑棋底下就凶多吉少 所以说这个棋即使是一个缓气节 白棋也可以现在去提掉 然后收器 跟黑棋直接开节 实战白棋也是判断清楚了 白棋往上面唬一个 这手棋有点劝降的意思 就是白棋呢 就是说把这个空收一收 这个缓气节放在这 反正是一个定时炸弹 黑棋不走的话 这个隐患始终存在 你补的话呢 多花一手棋 白棋觉得收空 这个棋目数就够了 实战黑棋挺头 然后还是决定把这个节给销掉 那白棋半头开始围控 黑棋中间扳 白棋打吃 黑棋再往左边扳 这颗子跑的话 主要是被白棋这里冲过来 就冲暗掉了 白棋尝一下 黑棋如果粘呢 这块棋还不活 靠住的话 白棋断打 把这三颗子一吃通 那这个棋 黑棋也就亏大了 实战黑棋往左边扳 白棋点刺 这个棋其实反扳也行 反扳虽然说下的比较柔软 这个棋就自己围控 然后黑棋底下这里成就成立了 还可以在中间 成出来一些木属 但是正往下白棋的空也够 实战白棋真的是想赶尽杀绝 点在这 这个棋黑棋表示不能忍 站上的话呢 那白棋还是围 这样白棋的这个空啊 先围成 然后中间黑棋还收拾不了 所以说黑棋也是没有办法 被逼上了绝路 直接打进去 白棋断打 站的话呢 那黑棋就直接这样去转换了 其实跟刚才差不多 但是这个显然不是白棋的意思 白棋断打 黑棋提掉 这样沾上打尺的话呢 没有用 因为分不断白棋 这里打尺白棋中间打先手 提掉 黑棋切断 白棋就从这里打尺 尝出来 黑棋越打 越冲呢 左边死得越快 所以说黑棋提 然后白棋再往中间打不断 这个时候黑棋底下要做活了 搬完周立 白棋夹一个 这里断完之后打尺一通搜刮 顺便把中间全部连通 当然这样下黑棋活了 因为白棋拐进去 再立也是活棋 实战白棋直接挡住 这里送黑棋活的话 白棋不亏 中间连通 搅上这里的关子 顺便先手收掉 接下来要开始收拾 左边的黑棋 这个地方白棋下的是 相当的自信 就认定了黑棋在里面 活不出来 这个棋确实黑棋想活棋 比登天还难 这个靠出 搬的话白棋断 把黑棋给闷进去 这个是看不到活路的 实战黑棋飞 白棋又靠压 像中文挖 其实都不成立 白棋跟着打 黑棋反打 不管怎么样去 绣这个手筋 那白棋就把自己连连通 黑棋中间长 不要忘了黑棋右边大龙 这里还没有活干净 黑棋虎一个是连不回去的 这里白棋夹完之后 断打 黑棋 这样跑回来 白棋沾上 还是要把黑棋给断进去 所以说这个联络 基本上是不用想了 实战 黑棋往左边 虎一个扩大眼位 白棋打持 破眼 黑棋在冲断 这个是黑棋最终的挣扎 白棋长一个缩小眼位 黑棋挖 这样的话 那就直接被白棋 闷进来杀棋 跟底下白棋大龙对杀 我们来摆一摆 这个计算并不难 这个反正最终 白棋是可以快一气 把黑棋给吃掉的 对杀不行 黑棋开始挖 挖完之后 上面小尖 白棋打持 夹一个 黑棋成 冲断的话 白棋也不怕 反正只要对杀 这个黑棋的气都不够 收气 这个白棋马上直接收就行 实战 黑棋长一个 白棋双 黑棋往外面打 白棋挡住 黑棋再提 这个地方白棋也是计算清楚了 如果说打持的话 那平白无故 那平白无故多一个洁身 对于白棋来说 自找麻烦 没有必要 所以说白棋单退 都是最强的下法 黑棋冲完之后 上面断 白棋补掉这个道铺 黑棋中间拐打 白棋沾上 黑棋再挤 反正怎么样能把白棋搞断 黑棋怎么下 接下来断打白棋沾 再打持 白棋沾上 黑棋想跟上面的白棋对杀了 接下来黑棋几个 其实这个手白棋都不用往上面长气 直接收气 黑棋都不行 我们再来摆一摆 这个地方打持 贴住 收气 白棋拐住 扳 再打 沾上 收气都不用提节 收气 打持 再打 再沾 还是快一气杀黑棋 所以说收气黑棋就不行了 实战白棋往上面扳 先长气 一样的 先长气 黑棋的气还是不够 走到这儿黑棋认输了 那C盘棋呢 也是相当精彩 可以说计算量是非常的大 然后 右上这个地方 刚才我们分析过 黑棋大龙做活的这个手段 效率偏低 这里亏了一点 然后到 左下这个地方 白棋二路漏 开始 本局的 非常激烈的一个战斗 这个地方 黑棋有这个 联络的手段 不过 黑棋实战 不肯让白棋 脚上的目处先手便宜 所以说最终走出来一个对杀 黑棋也是 通过这个连续的一路爬 最终 长出来一口气 然后 算是缓解了脚上的压力 但是这个截始终存在 最终呢 白棋也是判断清楚 选择收控 左下黑棋的这个截一补 白棋往中间一围 黑棋只有 冒死突围 那接下来 黑棋底下火掉之后 白棋直接席卷黑棋 中间大龙 最终把黑棋闷杀 好 那这款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